近日,伊朗反美声音日益见增,尤其是在伊朗无视美国建议,停止本国导弹研发,导致特朗普后续在国际上做出众多疯狂举动。 单单就退出核协议来说,放在任何国家身上都会就此罢休,更何况美军还从多方领域进行压制。 为了进一步牵制伊朗,特朗普甚至在波斯湾海峡处设立军舰,随着矛盾升级,军舰也被航母所踢换,无疑是要将伊朗海上权益架空。 先前还有消息称,伊朗众多合作伙伴因为海峡被封锁导致交易受损,也顺势针对美国将战舰挺进波斯湾海峡。 可谓靠人不如靠己,更何况对方还是印度。 从硬气一击和美国之间的关系,印度似乎不是很可靠。 话说回来,印度此举道适应了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,因为伊朗之间的合作利益, 转脸就把枪口对准美国,想必失望了和美国之间存在亲密关系。 据消息透露,面对美国航母战队的挑衅,伊朗也没有坐以待毙,在波斯湾周边部署不少反舰导弹, 几乎已经形成从战事上压制美军。 不仅如此,还公然在周边宫搞起军演。 出乎意料的是,军演中两枚反舰导弹的试试出现重大失误。 直冲美军航母以及战舰而去,差点命中目标。 事后一方人员出来对此次事故的发生,轻描淡写进行简单陈述。 严谨一概就是在说失误。 到底怎么回事各国早已经议会,更何况是美国。 特朗普因为伊朗此举简直暴跳如雷,要求必须道歉。 迄今为止,伊朗都没有做出确切回应。 难怪美国会对伊朗提出禁止继续研发导弹这一要求。 伊朗导弹力量确实令其心惊肉跳。 本国航母刚刚才结后余生,对方还不肯道歉。 美军绝不会就此罢休。 拭目以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